新聞報導是由大華超級市場贊助播出 各分建或上網99wrench.comslash30查詢詳情 歡迎收看星島電視新聞 我是陳心瑜 今天是5月9日星期五 首先是今天的頭條新聞 明天是貫穿美國西部大陸的中央太平洋鐵路 和東部聯合太平洋鐵路合攏145週年紀念日 勞工部今天宣布 為鐵路建設付出生命和血汗的華工聖明 會永在勞工部名人堂 聖島記者劉宇謙 五位行報導 美國勞工部今天舉行慶祝活動 並宣布在1865年至1869年 參與興建鐵路的12000名華工 將進入名人堂 鐵路修建時 85%的勞動力是華人 當年他們面對極其危險的工作環境和惡劣氣後 很多在工程中付出生命的代價 然而 在鐵路完工後 大量華工就地建成華埠 或搬進附近城鎮 成為主要勞動力 導致不少美國人認為華人搶了他們的飯碗 繼而引發大規模排華浪潮 國會並通過了排華法案 這條法案直到上世紀40年代才得以廢除 當局發表聲明 稱讚載入名人堂是為了表揚華工的貢獻 及其勇於組織起來爭取公平、伸水和安全的工作環境 並為其他亞裔移民作出榜樣 這亦是名人堂自1988年設立以來首次載入華工姓名 總統奧巴馬亦宣布 5月份是美國的亞裔和太平洋島民傳統月 明天當局亦會在猶他州當年東西鐵路合攏的地方 舉辦隆重慶祝儀式 包括將四枚紀念鐵路倒釘敲入於鹽湖城附近 Palmatory 的一段鐵路 重現當年收足時的情形 星島記者劉宇謙五惠行報導 美國總統奧巴馬昨日在山景城Walmart超市 進行長達14分半鐘的演講 提出他將會大力推廣太陽能計劃 以及藉此製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250名Walmart員工以及奔客都獲邀到場 但場外亦有Walmart員工抗議 星島記者秀嘉琪 胡進報導 奧巴馬強調聯邦政府將加大力度 推廣使用新能源 以及促進社區大學培養更多 在新能源產業的專業人才 他指出目前氣候變化已經成為一個重要問題 不幸的是在華府還有很多氣象變化否定人士 一直大聲疾呼 但他們的觀點已經不合時宜 目前政府正對這個問題進行艱難的抉擇 奧巴馬說 推廣新能源項目是一個既能解決目前氣象問題 又能創造就業的辦法 奧巴馬表示將在聯邦大廈投資20億 改善其能源效率 其中包括利用更加智能的設施改善碳排放量 目前聯邦大廈的碳排放量大到3億8千萬噸 相當於8千萬輛車一年的碳排放 同時該項目將創造大約1萬個就業崗位 同時白宮還宣布 目前有300個部門作出承諾 在未來將使用新能源 另外奧巴馬指出 聯邦政府同時準備在全美的六所大學設立太陽能項目 其中包括沙凡市立大學 到2020年將有5萬人從學校畢業 從事新能源的開發工作 據了解 奧巴馬之前在灣區推動太陽能計劃時出現問題 2011年 其能源部門給予位於Viman的Solinger公司的5億3千6百萬元貸款 是2012年成為共和黨在總統選舉中攻擊奧巴馬的一個話柄 在總統講話的場外 有玉業馬員工示威抗議工資過低 要求聯邦政府提高最低工資標準 星島記者胡進報導 近年來中國的媽媽尼美產子成為了風潮 為准媽媽代產的月子中心 亦都好像雨後春筍在南灣出現 興起了一股生育旅遊熱 請看星島記者劉宇謙、吳慧恆的報導 有經濟條件的准媽媽辦理旅遊簽證來尾 並在月子中心代產4、5個月 生下擁有美國國籍的BB 南灣成豪西、Fremont、Hayward 集中多間月子中心 准媽媽會在月子中心的單房生活4、5個月 月子中心提供辦證諮詢、餐飲、出行購物等服務 收費大約3萬 此外由於旅客無法在此得到醫保 他們還需要額外支付約3萬元的醫療費 以及辦證機票等費用 BB滿月後就會帶著美國護照和父母一同回國 有評論稱這些准媽媽是冤大頭 然而這些中國父母則認為 他們的孩子一出生就可以成為美國公民 享有福利、將來也有好的教育機會 他們是為了子女的未來投資 記者諮詢多間月子中心 但負責人均表示希望低調、不願意接受訪問 客員主要是靠口碑 剛剛在家中開始月子服務的方氏表示 自己做了5、6年的月嫂 積累了一些經驗 如今看到很多大陸準媽媽希望來美國生第二胎 經朋友介紹 剛剛在家中辦在月子中心 可提供辦證、安排醫院、照料等一條龍服務 很多中國孕婦湧入南灣也引起當地居民不滿 希望社區不擁有這樣的職業 政府也正在計劃出一些規範措施 星島記者劉宇謙五位行報導 國際消息 烏克蘭內亂家劇 政府關係東南部港口馬利烏波爾 與親俄分子爆發戰鬥造成21人死亡 死者包括一名警察 莫斯科紅牆舉行衛國戰爭勝利69周年的閱兵儀式 總統普京更親自到克里米亞檢閱當地海軍 聖導記者張靖報導 俄羅斯總統普京上午出席在紅牆舉行聖大的衛國戰爭勝利69周年紀念日 下午則轉到克里米亞閱兵 是當地公投入俄後 普京首次到訪 有報導指此舉是俄方有意宣示在克里米亞的勝利 烏克蘭強烈抗議 普京未經協商到訪克里米亞 美國和北約則加以譴責 美國批評 俄羅斯總統普京前往克里米亞是挑釁和無必要 國務院發言人普薩基重申美國的立場 克里米亞屬於烏克蘭 不會承認俄羅斯非法吞併克里米亞的行動 普京在閱兵儀式上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 蘇聯人民以自己的鋼鐵意志 將歐洲從奴役中拯救出來 又說愛國主義的力量是無往不勝的 尤其是今天我們所有人都切身感受到 什麼是忠於祖國 能夠捍衛國家利益有多重要 另一方面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與美國國務卿通電話 賦予美國運用影響力 為基庫政府與烏克蘭東部領袖對話創造條件 希望基庫當局釋放政治犯 射免示威人士 克里則表示 注意到俄羅斯總統普京與歐安組織主席 白克哈爾特 日前討論有關解決烏克蘭危機路線圖一事 星島記者張正報導 回到灣區方面的新聞 東灣泡在來市4階的蘋果商店 今天凌晨遭到爆竊 一名疑犯在半夜2時50分 開車衝破了商店的鐵閘和廚窗 偷走店內幾部手提電腦和iPhone 但暫時未知損失總數 疑犯目前仍然在逃 而用作犯案的汽車就留在店內 警方正在加緊調查事件 三藩市市長李孟然今天早上到消防局訓練部門 出席第116屆消防學院結業典禮 李孟然在典禮上致詞祝賀 剛剛完成16個星期艱苦訓練 並將會在明天起 肩負起救人重任的30多名畢業學員 李孟然說 災難隨時都有可能發生 他呼籲選民支持通過 他將會在6月地方選舉上 4億元的地震安全和緊急應變債券 集資為社區消防局進行抗震升級 以及收復緊急救火供水系統 實行未雨籌謀 為有可能發生的災難做好準備 趁著即將來臨的母親節 多個家庭暴力關注團體在今天 聚集在市府大樓外 希望引起社區對家庭暴力的關注 婦女們首執鮮花 全場為剛剛在上個月底 懷疑因為家庭暴力 被丈夫在Daily City住所殺害的 北岸區資深社工Ruby Gim 墨愛片刻 至今年的1月 三藩市保持了44個月以來 沒有家暴凶殺案紀錄 關注團體促請市府增加一成一部分 增加有關服務 市長辦公室庫幕僚長韓德辛代表市長李孟然 今日提前宣布 將不會裁減達400萬元的家暴服務撥款 雙方將會就撥款再度會滅 繼續為大家帶來財經方面的消息 外電引述消息說 蘋果計劃以32億美元 合扣高端耳機生產 以及音樂串流服務供應商 Beats Electronics 並且接近完成收購談判 如果成事 將會是蘋果有史以來最大宗收購 分析指收購有助蘋果拓展音樂業務 集團去年已經推出類似產品 包括iTunes Radio 而美國商務部公佈 美國3月批發庫存 按月上升1.1% 2月的批發庫存按月升幅 就被向上修訂至0.7% 勞工部表示 上個月職位空缺降至4401萬個 比3月減少11萬1千個 紐約股市今天做好 接下來和大家看看華爾街三大指數 今日的走勢 道瓊市工業平均指數 收市報16583點升32點 納斯特克指數 收市報4071點升20點 標普500指數 收市報1878點升2點 匯級方面 美元對移民幣報6.22 港元7.75 台幣30.18 歐元0.72 日元101.81 英鎊0.59 澳元1.06 家元1.08 油價每桶報100元1毫 跌15仙 金價每安市報1289元3毫 升1.6毫 白銀報19元1毫 升2仙 繼續為你帶來有娛樂方面的頭條 還記不記得當年那個清純短髮的梁詠琪 分後的他依然努力工作 最近他帶著他的新電影《人間小團圓》 去到南京做宣傳 和影迷見面活動 影片由懷疑兄弟等聯合出品 陳國庫監製、彭浩祥導演 匯集了古天樂、梁詠琪、楊千華、曾志偉、吳曼達、吳嘉麗等 老中稱三代氣骨 謝謝你收看今天的星島電視新聞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週末 我們下星期再見 大華超級市場三十週年慶 回饋大抽獎 即日起 只要七林大華超市北加州入合一家分店 免費參加都有機會贏得大獎 高級精美禮品包括 大華禮捐 高級家庭電器 美加東岸九天旅遊套餐 蘋果平板電腦 還有全新豪華房車 名字IS250 及豐田省油電動房車PSC 心動不如馬上行動 請折角分建或上網 199range.com slash 30查詢詳情